尤真過世之前 辛龍花了幾百萬積蓄 在他的醫藥費上 如果有救命案人 跟辛龍借錢的話 對方是不是認為 辛龍應該把那些積蓄 拿去幫別人還賭債 而不是救給尤真老師呢 辛龍的問題 等一下回答一下好不好 辛龍要不要救尤真 跟我講這件事情 尤真老師到底要不要救 請回答我這個問題 醫生要不要救 請回答這個問題 全明星辯論會 沿上七天賀龍道歉 製作人B2回應 簡潔猶豫200次 題目是 曾經對你有救命之恩的朋友 因為欠下賭債 要跟你借走大半的積蓄 你應不應該借 綜藝節目全明星辯論會 第七集首次加入自由辯論 並要平分淘汰一人 雙方唇槍舌戰非常激烈 主張借大半積蓄 給救命恩人還賭債的白隊 竟預言了一場口禍啊 黑隊有時候就講些 走到歪的地方 他們一定會出怪招 這個人就是瘋子 他把機關槍掃射 拿手就這樣亂丟 瓦一語成衬 十方式不借錢的賀龍 在自由辯論環節莫名搬出 2020年因等不到換星兒離世的 劉真和他老公星龍 來 我來問你們好了 劉真過世之前呢 星龍花了幾百萬積蓄 在他的醫藥費上 如果有救命恩人跟星龍借錢的話 對方是不是認為 星龍應該把那些積蓄 拿去幫別人還賭債 而不是救劉真老師呢 蛤 他切而不捨啊 因為自由辯論可以有話就站出來講 他逮到機會就跳針劉真星龍 劉真老師到底要不要救 請回答我這個問題 思宜視網膜看得直冒冷汗 評審陶金瑩也輕輕邊塌不夠溫暖 當然你想用極端的例子 讓他們無從辨別 沒有辦法去回你的話 但是有時候還是想一下下 然後我覺得這個溫暖跟厚道 再多一點點 因為你已經夠強了 你不需要這樣子 但網路上拍山倒海 謾罵賀龍 嚴燒整整一星期 我自認為我這一集已經零零禁止 就我沒有後悔我做了任何表演 跟我講任何一句話 信心爆棚自走炮也反悔了 賀龍想了一周 都領悟到缺乏同理心 認真地在粉絲專頁貼出道歉歧視 全明星辯論會製作人B2回應 辯論選手撰稿前都被要求 絕對不能人身攻擊誹謗 有跟賀龍提過 這段不是不能播但會有風險 簡潔時猶豫了200次 自由辯論檢調或消音就不連貫 有跟藝人確認內容在播 三立娛樂新聞 我虛心接受 不怕